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在市里买房子 你说就我们家这条件 我去哪里弄那么多钱呢 你说要不答应吧 这儿子的婚事要黄了 那不还得怪我一辈子呀 咱们做父母的呀 对儿女的婚事最上心了 就想着 把儿女的婚姻大事操办好 我儿子结婚那会儿 我也是愁得不行 是吗 是 后来通过读神的话 有了实行原则 知道该怎样对待儿女的婚事了 心里呀得着了释放 感谢神啊 那当时都咋经历的 跟我戏唠唠呗呗 行 咱们回家说 行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父母为了给哥哥盖房子 娶媳妇 起扫贪黑的挣钱 特别的劳累 在父母的熏陶影响下 我认为给儿女操办婚事 就是父母的责任 咱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呀 是 我与丈夫结婚后 有了个儿子 我就和丈夫说 趁着咱俩年轻 多挣点钱 等儿子长大成家的时候 可不能像咱俩 还得自己筹备盖信房 最起码得给儿子买套楼房 后来 我丈夫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之后因着聚会尽本分 被警察追捕 丈夫啊 只能被迫离家逃亡 两年后啊 我也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因为妇女主任 总来家里询问我丈夫的行踪 我在家里啊 没法信神尽本分 无奈 我也离开了家 从此 我和丈夫背井离乡 过上了有家难归的生活 哎呀 日子呀 过得真快呀 一晃 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到了结婚的年龄 你们一直都没回去啊 是 二零一三年二月份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和丈夫偷偷地回了趟家 哦 儿子和我们提起他的婚事 说出了个对象 对象的父母 着急把婚事给定下来 还对我儿子说 我们也知道你们家没有钱 我们不要彩礼 最起码得买套房子啊 没房子你俩咋过呀 那你听到这话 哎呀 我也很犯愁啊 因为我和丈夫 遭受中共的追捕 这些年在外堂皇金本分 也不能出去打工挣钱 我们根本拿不出来买房的钱 看到儿子哀声叹气的 我也发愁上火 如果孩子的婚事 因为家里拿不出来钱黄了 孩子不得埋怨我吗 别人家的孩子结婚 父母都给攒钱买车买房 我拿不出来钱 母亲的责任一点没尽到 这咋跟儿子交代呀 在儿子面前啊 都觉得抬不起头说不过去 越想我就越愁 儿子的婚事可怎么办呢 一次啊 婆婆对我和丈夫说 你们呀 也得为孩子想想 你看咱们邻居的儿子结婚 他们给儿子买一套楼房 又给女方拿几万元的彩礼钱 再看看你堂妹 儿子结婚也给买了一套卢房 拿十多万彩礼钱 咱家的孩子找的对象家 也挺够意思的 没向咱家要彩礼钱 就要求买套房子 拿首付钱就行 人家养那么大闺女 能白养吗 再说了 他俩还挺般配的 要是因着咱家不给拿钱 孩子的婚事就这样黄了 多可惜啊 也让别人笑话咱呢 听了婆婆的一番话呀 我扎心般的难受 泪水啊 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想想啊 儿子八个月的时候 他爸因为中共抓捕 离开家了 儿子没享受到父爱 之后因为环境 我也离开家了 我们跟孩子是聚少离多 孩子十三岁以后 我跟儿子就一直没见过面 这些年啊 孩子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现在孩子结婚需要钱 我却拿不出来 一点责任都没尽上 越想啊 我就越觉得对不起孩子 我这个当妈的 太不称职了 儿子生在我们这个家庭啊 太可怜了 如果没有中共的抓捕逼迫 我们也用不着这么东躲西藏 咋的也能给孩子挣些钱呀 不然我就向哥哥姐姐们借钱 把买房子的首付钱先付上 免得婆婆和亲戚朋友 说三道四的 借那么多钱 那还债也是个事啊 是啊 我也想到这儿了 借完钱还得去打工还钱 那就不能尽本分了 我现在负责多处教会的工作 要是放弃本分去挣钱 这不是背叛神吗 但是孩子结婚还需要钱 我就活在进退两难的情形中 通古中啊 我来到神面前祷告 神啊 面对儿子的婚事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知道不能撂下本分 不能为了给儿子挣钱 娶媳妇背叛你 但是我的身量太小 在儿子的婚事上受挟制 我愿把儿子的婚姻向你交托仰望 神啊 求你帮助我 使我在儿子的婚事上不背叛你 安门 祷告完 我心里安定了许多 回到金本分的地方 外表上 我每天也在忙着处理教会工作 但一想到儿子的婚事 我心里就受煎熬 哎呀 就怕因为没钱 孩子的婚事晃了 心里啊 特别的痛苦难受 觉得亏欠儿子 熬得我 饭吃不好 焦也睡不着 上火上得牙疼 嗓子也疼 有时聚会啊 还走神 不由自主的就想 儿子的婚事咋办呀 平时总是犯困 提不起精神 是啊 孩子的事最沾心的 想不操心都不行 那都控制不住啊 是 佩达的姊妹啊 看我情形不好 金本分也没有以前有负担了 就和我交通 她在儿子的事上 是怎么经历的 还说她不在家 儿子学会了独立生活 也畜生了对象 这一切啊 都在神的主宰中 听了姊妹的交通 我心想 那是你儿子 摊上了好对象 过后 我心里 时不时的还是受瑕疵 要是儿子的婚事黄了 我这心里 一辈子都不安 我一直活在痛苦煎熬中 心里 就像有块石头压着 那你后来是怎么 从这种情形里走出来的 当时啊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心里释放了一些 我看到神说 婚姻是人一生中的重要关口 它因人一生的命运而产生 它是一个人一生命运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不以人的意志 与人的喜好为基础 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影响 而是完全取决于两个人的命运 取决于 造物主 对拥有此婚姻的两个人的命运的命定与安排 阿们 从神的话中啊 我明白了 人一生的命运 神早就给安排好了 人的婚姻更是神命定好的 是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影响的 如果神命定儿子和他的对象是一家人 无论如何也散不了 如果不是一家人最后也成不了 成不成都在神的手中 不在乎拿多少钱 是 以往啊 我在道理上也知道 人的婚姻是神的命定 但临到儿子的婚事 我就认为没有钱是娶不了媳妇的 佩达的姊妹和我交通她的经历 交通神的主宰 我心里不相信 就认为 那是她的儿子 我的儿子没钱 婚事成不了 特别看到 当今社会 穷人家的孩子 娶不上媳妇的越来越多 我更认为 没有钱是娶不了媳妇的 在儿子的婚事上 在儿子的婚事上 熬得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尽本分都没有心思了 读了神的话 我心里才开窍 就像我大姐 家里也不缺钱 家里也不缺钱 但是孙子 愣是没娶上媳妇 我认识的一家有好几个男孩 家里没有钱 照样都娶上了媳妇 是啊 婚姻并不是有钱没钱能决定的 有的人家里很有钱 那孩子结婚后 没多久就离婚了 是啊 这种事啊 太多了 神的话说得千真万确 婚姻这事 是神的命定 不是钱才能决定的 我信神 不根据神的话看事 不相信神的主宰 还能随从外邦潮流 对神没有一点新的成分 这不是不信派的管点吗 人的婚姻是神命定好的 跟家庭环境外界因素 没有关系 不是我认为的 有钱儿子的婚姻就能成 没钱就不能成 有钱就是能买个媳妇 那也不代表有好的婚姻啊 是啊 认识到这些啊 我心里一下子凉堂了 对儿子的婚事也放下一些了 感谢神 感谢神 之后我也琢磨 为什么我总觉得 亏欠儿子心里不安呢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人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 都身经撒旦败坏 不管有没有文化 不管有没有文化 在人的思想观点里 传统文化的东西都不少 尤其传统文化要求女人 必须得相夫教子 做贤妻良母 为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女 必须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 得为丈夫和儿女活着 家人的一日三餐洗洗涮涮 等等家里的一切事都必须得做好 这是公认的贤妻良母的标准 每一个女性也都认为应该这么做 如果不这么做 就不是一个好女人 如果不这么做 就违背良心 违背道德标准 有些人违背了这个道德标准 就觉得良心过不去 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儿女 就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女人 当你信神以后 读了许多神的话 明白了一些真理 也看透了一些事 你就觉得 我是塑造之物 应该尽上塑造之物的本分 应该为神花费 这时候 你尽塑造之物的本分 与做贤妻良母 是不是产生冲突了 你想做贤妻良母 那你就不能全时间尽本分 你想全时间尽本分 就不能做贤妻良母 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如果选择尽好本分 对教会工作负责任 为神尽上忠心 那你就得放弃做贤妻良母 这时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的思想里会起怎样的波动 你会不会认为 亏欠自己的儿女丈夫 你这个亏欠不安 是从哪里来的 当你没有尽好 受造之物本分的时候 你会觉得亏欠神吗 你没有亏欠也没有责备 因为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思想里 丝毫没有真理 你所明白的是什么 是传统文化 是做贤妻良母 所以 在你的思想里就产生了 如果不做贤妻良母 就不是一个好女人 不是一个正经女人 这样的观念 从此以后 你就被这个观念束缚着 捆绑着 直到你信神尽本分时 还依然受这种观念的束缚 捆绑 当尽本分和做贤妻良母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虽然能勉强选择尽本分 或者对神有点忠心 但是你心里会有一份不安 会有一点责备 所以 在尽本分有空闲的时候 你还会找机会 照顾自己的儿女丈夫 想更多地补偿她们 哪怕自己受更多的苦 只要心里平安就行 这是不是受传统文化中 做贤妻良母的思想理论的影响 造成的 阿门 神话把做贤妻良母 这个错误的思想观点 给我们揭示出来了 传统文化 要求女人就得相夫教子 做贤妻良母 人都认为 这是作为一个合格女人的标准 否则就不是个好女人 好母亲 想到小时候 我看到父母为了哥哥能娶上媳妇 起早贪黑地挣钱 再苦再累也得扛起这个包袱 在父母的熏陶影响下 我就认为做父母的 就得把儿女养大成人 知道儿女成家利益 这才是尽到了父母的责任 才称得上是个好父母 凭这个思想观点活着 在儿子年幼的时候 我因着大轰隆逼迫逃亡在外 没能陪伴在儿子身边照顾他 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儿子结婚买房 我身为母亲拿不出钱 一点忙帮不上 就觉得亏欠儿子 为了不让家人 亲戚朋友笑话 不让儿子埋怨我 我甚至想放下本分去挣钱 所嫌弃良母的观点 控制着我的思想 指导着我的行为 满足不了孩子 我心里就特别痛苦 甚至在心里埋怨神 误解神 被儿子的婚事缠绕着 挟着着 我得呀苦不堪言 更不能安心进本分 是 看到贤妻良母这个传统文化 是捆绑人的枷锁 只能让人远了一身背叛神 是啊 咱们做父母的 不仅把儿女抚养长大 还想着怎么帮他们成家立业 等到孩子结婚后 还怕他们过不好 再给他们看孩子 一辈子都是围着儿女转 是 是 信神尽本分 耽误点儿女的事 绝对亏欠自责 这都是撒旦的传统文化 给迷惑败坏的呀 一点不假呀 对自己的观点 有些认识之后 我继续在神的话里寻求 一天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我们能信神 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是神命定的 也是神的恩待 所以说 你没有必要对任何人尽义物 尽责任 只应该对神尽上你受造之物 该尽的本分 这是人最该做的 这是人一生当中 最该完成的头等大事 终身大事 如果你的本分没有尽好 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 在人来看 你是一个贤妻良母 是好的家庭主妇 是一个孝顺的儿女 是社会的良好公民 但是在神面前 你是一个悖逆神的人 是一个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义物 自己的本分的人 是一个接受了神的托付 却没有完成的人 是半途而废的人 这样的人能得着神的称许吗 这样的人一文不值 父母在一个人一生中所担负的责任 除了生产与抚养之外 无非就是在形式上 给一个人提供了成长的环境罢了 因为任何人的命运 只与造物主的命定有关 一个人 一个人有怎样的未来 不是任何人能左右得了的 而是早已命定好的 包括人的父母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就命运而言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 所以任何人的父母 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都没有丝毫的拦阻 而对于一个人此生所扮演的角色 也丝毫不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 一个人无论被命定生在什么家庭 在何环境下长大 都只是其完成此生使命的前提 丝毫不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也丝毫不能决定一个人 在怎样的命运中完成其使命 所以 没有任何父母能帮助一个人 完成此生的使命 也没有任何亲人 能协助一个人担任好此生的角色 一个人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怎样的生存环境中担任自己的角色 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此生的命运 这就是说 造物主命定下的任何一个人的使命 都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影响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特定的成长环境中成熟 而一步一步地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 一步一步地实现造物主为其安排好的命运 不由自主地自然而然地走入茫茫人海 走上人生的岗位 为着造物主的命定 为着造物主的主宰 而开始履行一个受造之物的职责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我能信神尽本分 这是神给我的机会 也是神的恩待 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才是人一生当中的头等大事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我只为了满足儿子及母亲的责任 在人看是一个贤妻良母 但却没有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对神没有忠心 是悖逆神的人 是 我也明白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立的 儿子 虽然是我生的 但他的命运是怎样的 都在神手中掌握着 父母丝毫起不到作用 每一个人一生中该受多少苦 该想多少福 有怎样的家庭婚姻 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 该经历哪些事 谁也改变不了 那父母更没有能力去改变 这是神命定好的 嗯 认识到这些啊 我对孩子婚姻的事啊 就能放下了 也不觉得亏欠孩子 能顺其自然了 感谢神啊 感谢神 还是神的话好啊 看了神的话就有路了 是 做贤妻良母啊 不是我的使命 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 才是神托福的使命 我只管安心的 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至于儿子婚姻怎样 哪不是我能管得了的 没错 之后啊 我就对儿子说 婚姻是神命定好的 成不成都在神的手中 不在乎你给他们拿多少钱 结婚的事啊 先不要考虑那么多 到结婚的时候 咱想不到神会咋安排 咱得学会等待神的时候 这俗话说啊 是你的别人抢也抢不走 不是你的夺也夺不来 是啊 一段时间后啊 儿子不像之前那么上火了 也不跟我们提 拿钱买房子的事了 在儿子的婚事上 我不那么愁了 尽本分心也能安静下来了 心里释放了许多 感谢神 感谢神 几个月后呢 儿子给我打电话 非常高兴地对我说 妈 太神奇了 我买房子了 没花首付钱 同事因工作调转 去南方急用钱 三十万元就卖给我了 我在银行贷了四十万 连买房子贷装修都够用了 每月还贷款一千多元 房子的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 当时我听到这一消息啊 心里感到惊喜万分 一个劲地感谢神 是啊 真是意想不到啊 看到神安排的一切都好啊 是 是 一年后 我儿子和他对象 用他们上班攒的钱 把婚事办了 没让我们操心 也没让我们拿一分钱 儿子还给我们拿零花钱 解决我们尽本分的难处 让我最意想不到的是啊 儿子也信了全能神 感谢神啊 感谢神 哎呀 经历中啊 我看到神的奇妙作为 也看到了人的婚姻 人的心 人的灵 都在神的手中 阿们 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明白了父母该怎样对待 成年的儿女 全能神说 每一个人的命运 是神命定好的 所以 每一个人一生中 经历多少苦 享受多少福 有怎样的家庭 婚姻子女 在这个社会上 经历到哪些事 在人生中经历哪些事 她自己都意想不到 也改变不了 那父母就更没有能力去改变了 所以 子女临到任何事 父母如果有能力帮助的话 应该从积极正面的角度 去帮助一下 如果没有能力 那最好是放宽心 以塑造之物的角度 看待这些事 把子女当成 与自己平级的一个 塑造之物去看待 你经历的苦难 他们也要经历 你经历的人生 他们也要经历 你经历的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过程 他们也要经历 你经历的社会上 人群中的种种 坎坎坷坷 坑蒙拐骗 还有情感纠葛 人事纠葛 等等这些 他们也要经历 他们与你一样 都是败坏的人类 都被这个邪恶潮流裹挟 被撒旦败坏 你无力摆脱 他们与你一样 也无力摆脱 所以 你想帮助他们免去一切的苦难 享受到全天下所有的福分 这是痴心妄想 是愚蠢的想法 纵使老鹰的翅膀再大 也不可能护佑小鹰一生 小鹰总有长成单飞的时候 当小鹰单飞的时候 它的那片天在哪儿 它要飞向哪儿 没有人知道 所以 父母在子女成年之后 最理性的态度就是放手 让他们自己去体验人生 让他们自己去独立的生活 独立的面对处理 解决人生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如果他们有求于你 你有能力有条件 当然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无论给予他们任何的帮助 或是金钱上的 或是思想上的 也只能是暂时的 不可能改变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他们自己人生的路 还要靠他们自己来走 你没有义务替他们承担任何的事情 也没有义务替他们承担任何的后果 这就是父母对于成年子女该有的态度 阿门 阿门 这段神的话说得太好了 听完心里就亮堂有路了 是啊 神的话是我明白了 做父母的生育儿女 把儿女抚养到成年 父母的责任就尽完了 就应该放手 让儿女独立地去闯 走自己的人生路 让儿女自己去体验人生 独立面对 解决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儿女有难处的时候 父母有条件有能力 就可以伸手帮助儿女解决现实的难处 父母没有条件就顺其自然 每个人啊 都在按照神命定的轨迹去走 儿女的命运怎么样 当父母的是左右不了的 是啊 在儿子的婚事上 就是我给他钱娶媳妇 也只是帮助他暂时的问题 解决不了儿子婚姻黄不黄的问题 就像老鹰一样 老鹰的翅膀再大 不能忽悠小鹰一生 当儿女长到成年的时候 按照神的主宰命定 履行他们的使命 他们一生该经历什么苦难磨炼 谁也改变不了 嗯 我也明白了 不管是父母还是儿女 都有自己的使命 都应该追求真理 追求蒙拯救 在这有限的光阴里 把时间和精力 用在自己所尽的本分上 完成自己的使命 才有价值有意义 阿们 如果做父母 只为了满足儿女的期望与要求 为他们担忧着急 或任劳任怨 做儿女的奴隶 而放弃自己的本分 这样活着没有意义价值 做的再多 都不能蒙神纪念 也改变不了儿女的命运 是 看了神的话 我心里特别的凉堂 我知道该怎样对待儿子了 在儿子有难处的时候 我能帮就帮 帮不了就放手 让儿子自己去经历他的人生 我得力所能及的 把自己的本分尽上 环保神的爱 这是我该尽的责任 感谢神 我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捆绑 为了做先妻良母 受了很多的痛苦 是神的话语 把我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使我找到了实行的方向和路途 对待儿子有了原则 获得十方自由 感谢神了 感谢神 你这样唠啊 我心里就轻松多了 儿子的婚事都在神手中 我再发愁也没有用 应该顺其自然 是 至于最后成不成 我都顺乎神的主宰安排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K